李前总统病逝 治丧事宜也紧锣密鼓的安排当中 总统府方安排李前总统 安葬于新北市五指山军人公墓特勋区 而特勋区其中有一块空地正在施工 它的角度是坐北朝南 视野相当的辽阔 外传蔡总统 他已经在六月份亲自来看过了 将是李前总统的长年之地 不过军方人士非常的低调 只强调这是正常的水土保持工程 而在特勋区长眠的 还包括了顾总统严家干 还有前新院长郝国孙 如果说李前总统安葬在这里 将会是第二位安葬在五指山的中华民国元首 前总统李登辉病逝 现在总统府规划安排 遗体在火化之后 将安葬在五指山的军人公墓特勋区里面 特勋区入口处右边 用铁篱笆围住无法进入 里头看得出来正在施工跟整定 传出正是李前总统的墓地预定地 海拔699公尺的墓区 右侧大台北盆地的101就耸立在眼前 左侧远眺基隆外木山沿海 角度坐北朝南 视野相当辽阔 后续这些伤葬事宜等等 那这个会在最后跟家属达成这些相关的这些确认之后 我们会一并跟外界来做说明 是不是李前总统长眠地军方人员不愿证实 只强调这是在进行水土保值工程 不过特勋区前行政运长郝伯村 前总统赢家干都葬在这里 李前总统位置还比郝伯村高一些 中间隔着严顾总统 角度上也互相看不到 外传蔡总统六月曾经冒着倾盆大雨 清点李前总统的目的 李前总统也将成为继严家干顾总统之后 第二位安葬五指山的国家元首 早就对生死看得很淡 曾经说过骨灰药洒到玉山 跟台湾共存 身后是家人忙着准备 李前总统的媳妇跟女儿 从医院返回翠山庄 至于安葬地点 也都必须尊重家属意见 记者小米小微生新北市报道